大家好,今天乌克兰的出动无人机又攻击了莫斯科 地点是在红点处,在图拉,基利耶布斯克 在这个方向被俄军拦截,在图拉州,新莫斯科这个方向 我能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根据俄罗斯当地媒体的报道 这次攻击使用的是图141语焰 图拉当地的爆炸发生两次,两人受伤 爆炸声是在莫斯科时间的15点19分响起 两名受害者生于2002年和2006年 他们身体里有弹片 使用的是图141无人机 现场还有一个弹坑 这个弹坑比较大 这是受损的防务 那爆炸是发生在这个居民区 是在多罗日尼科普大街29号 这是爆炸的一个具体情况 那这个图141呢 它明显的是针对莫斯科为目标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啊 出动了P-O-L-E-21电子战系统 拦截了图141 这个系统呢 可以在莫斯科周边呢 形成有效的这个屏蔽啊 信号屏蔽 那最终成功的改变了其导航系统 也就是说破坏其导航系统 最终呢在图拉州坠落 没有目标没有选择攻击莫斯科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 也就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呢 在攻击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周边地区 在图拉的时候 就会接收到啊 这个无人机就会接收到新的指令 将改变目标 不会攻击莫斯科 那这个电子战系统啊 P-O-L-E-21 这个电子战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 我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俄罗斯媒体啊 现在公开的图141 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俄罗斯啊 周边这个空袭的一些情况 那图141呢 我之前说过啊 它呢叫羽燕 它是苏联啊 苏联时期制造的一款无人机 那现在俄罗斯的防空部门的评估啊 这次呢 突袭的有两架 但实际上乌克兰方面呢 每次攻击 可以看到这每次攻击的时间 具体的时间都有啊 2023年1月14号 5月23号 12月5号 你看每次攻击的时间点 都不会超过两架 就是最多两架无人机攻击 使用这个图141 那今天打击图拉地区呢 也是啊 使用的两架图141 那图141呢 曾经对俄罗斯的这个油库啊 还有这个军事设施 造成过 造成过损害啊 打击过俄罗斯在这个 福尔加格勒地区的这个油库 目前呢 乌军这个图141 它的库存情况 俄罗斯方面的军事情报 显示呢 图141 还有个图143啊 是苏联大规模生产的两款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呢 俄军的情报显示呢 在哈尔科夫啊 组装 1978年至1989年间 哈尔科夫军工厂一共生产了500 152架的羽燕啊 图141 其中大部分 运往乌克兰 进入乌克兰的军火库 公开数据显示呢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啊 乌军共使用了29架图141 其中一架呢 甚至最远到达了克罗地亚首都 萨克勒布 就战争爆发初期 这个图141还飞往了克罗地亚 14年 乌克兰呢 在顿巴斯 大量的使用这个图141 那么与中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云轮无人机 MUGIN-5 相比呢 乌克兰对使用图141非常谨慎 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呢 现在判断的乌军目前呢 库存有超过100架图141 那么俄情报显示呢 总共生产的是 950架的图143 那乌克兰呢 实际上的图141和图143 是目前的主力的无人机 那图141呢 目前呢 俄罗斯判断呢 它已经无法继续生产 所以这些库存将是乌军最后的无人机 因为这个长期啊 这个苏联解体后 长期缺少零件 所以这个图141 包括技术专家团队 已经长不到了 所以怎么样生产图141 乌克兰方面是没有这个技术的 那现在乌军呢 正在大量的囤集图141 图143 下面红色的这个图143啊 上面是图141 那囤集这两款无人机呢 主要是为了 针对俄罗斯进行这个大规模的空袭 俄总参谱情报局呢 显示呢 乌军现在呢 在顿巴斯地区的反攻啊 第一个打击目标呢 很有可能就是在苏尔达尔 打击顿巴斯地区的苏尔达尔啊 赫尔松等地啊 都会部署这个图141 那大规模的攻击呢 会在乌军发动春季攻势前几天 使用无人机大量的攻击 俄罗斯领土 以及战区的俄 情报中心啊 包括弹药库 以及兵营 那现在呢 俄军事情报总局显示呢 有50架的无人机啊 这个图141 目前在德国的拉姆史太阴空军基地 正在进行现代化设备的升级 那所使用的设备呢 与这个弹簧刀 美国的这个弹簧刀部署的 相关的电子设备呢 是相同的啊 也就是使用着美制的 美制的 无人机相关的这电子电子战系统啊 升级了乌克兰的图141 有50架 那升级以后的这个图141呢 可以在更低的高度飞行 躲过俄军的雷达 面前呢 还有地形匹配功能 那可以沿着这个山脊啊 沿着这个树丛啊 进行超低空飞行 更难被防空啊 防空系统发现 那未来呢 乌军呢 很有可能啊 也会对图141 进行进一步的升级 甚至攻击莫斯科 剩别的网 也包括中国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游警设施 这些图141从德国升级以后 不排除被运往日本 在远东地区攻击中国的这个 包括黑龙江啊 包括大庆啊 鸡哈 中俄石油管线 这个能源技术 这个现在都不能排除 中国这个图 中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 云伦无人机啊 和图141比较起来呢 现在云伦无人机数量非常大 所以呢 乌军呢 对云伦无人机的使用呢 是敞开使用 而且每一次超过10架 而图141呢 它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每次攻击不超过两架 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这次攻击莫斯科的 就是图141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情况 那针对图141被击落呢 俄罗斯方面呢 今天还有个消息 俄罗斯方面呢 东部集团军的司令 穆拉多夫 他被解职 那与他一起 当时上任的还包括 尼基弗罗夫 西部集团军司令 他呢 很有可能也会随这个穆拉多夫 一起被解职 穆拉多夫现在解职命令呢 现在已经下达了啊 这样已经被证实了 穆拉多夫的解职呢 现在我了解呢 是在 烧一股啊 俄罗斯的国务部长 烧一股 随同普京啊 访问这个 战区啊 战区指挥中心 当时是烧一股 陪同普京访问这个 战区指挥中心 当时呢 就已经确认了解除 穆拉多夫的职务 解除穆拉多夫的职务呢 实际上与穆拉多夫啊 他的指挥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的解职呢 现在是 主要将他呢 调往高加索方向 这个穆拉多夫呢 他对高加索方向 特别是阿塞拜疆 亚美亚这个方向 非常了解 俄国务部长 烧一股呢 上一次视察东部军区呢 是在2023年的3月4号 烧一股呢 视察了顿涅茨克南部 东方集团军前沿指挥所 在那里呢 听取了集团军指挥官 鲁斯塔姆 穆拉多夫上将 及其他军官的汇报 并为俄罗斯军人颁奖 烧一股说 你有尊严的战斗 前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继续忠实的 为我们的国家服务 祝你好运 成功 当然 还要活着回家 3月27号 正式宣布 穆拉多夫呢 被解职 那么穆拉多夫的解职呢 我刚才讲了 是与亚民亚阿塞拜疆 现在关系紧张 而且呢 高加索方向 发生新的战事有关 12月初 是让穆拉多夫 参与了亚民亚阿塞拜疆 双方战俘交换仪式 交换仪式 而且穆拉多夫呢 他呢 在巴库还有阿里温 有很多的人脉 包括指挥官系统 包括阿塞拜疆 还有亚民亚方向 亚民亚的国王部长 也多次感谢 穆拉多夫 积极参与战俘交换 就是他呢 实际上他更多的 能够在高加索方向 发挥作用 所以现在普京呢 解职 把他呢 很有可能会 调往高加索方向 大家知道 这个高加索 现在亚民亚和阿塞拜疆 现在已经开战 所以 普京呢 用他来牵制阿塞拜疆 在高加索方向 这个新的公式 那一起解释呢 很有可能也包括西部集团军的 这个司令 尼吉弗洛夫 尼吉弗洛夫呢 他是去年的12月 去年12月正式成为西部军区司令 所以他可能会随穆拉多夫一起被解职 那么更换新的司令呢 现在没有公布人选 那公换东部和西部军区司令呢 很有可能呢 与未来乌军的这个春季攻势有关 今天呢 普京呢 也在莫斯科啊 接受媒体采访 普京呢 证实 他说 俄罗斯呢 和中国呢 并不会 结成军事同盟 他说 中俄之间的合作 并不对别人构成威胁 我们并不是军事同盟 普京说 北约以及该集团的新战略达成一致 宣布该联盟全球性质 他说 好吧 那是什么 那西方正在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轴心 就像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 另外呢 普京也同意 赫时的结论 即北西爆炸是由美国情报机构组织 普京说 在西方军事装备 到达俄罗斯边界 设备通常是在夜间秘密的向俄罗斯边界运输 但俄罗斯军方已经掌握了相关 另外呢 今天的普京呢 也证实啊 俄罗斯和中国远东地区呢 恢复这个航运 三年来呢 首次定期航班 离开弗拉迪奥斯多克 前往中国 他将呢 飞往哈尔滨 官方代表呢 在哈尔滨 进行谈判结束以后呢 将飞往北京 从哈尔滨飞往北京 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呢 现在是美洲三班 由远东 极光客运 他来乘运 几天以后呢 飞机从弗拉迪奥斯克 可以直飞北京 也是美洲三班 这个海神晚到北京的航班啊 实际上我还坐过 飞行大概两个小时 那未来呢 这个通航 三年来啊 是首次通航 那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 战术核武器啊 今天的德国方面啊 德国的外交部长 他称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关于在白俄罗斯部署 战术核武器的声明 是持续进行核恐吓 那伯雷利呢 今天也表示啊 欧盟呢 准备对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部署 战术核武器 采取新的措施 报复措施 德国方面呢 德国呢 已经下令驱逐30名 俄罗斯外交官 他们涉嫌呢 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在德国招募线人 德国方面呢 掌握了相关的信息 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人说呢 德国外长波波克 是间谍狂 柏林对这些不健康步骤的 强硬回应 已经逐步情绪化 那这是今天 乌克兰无人机 攻击莫斯科的最新消息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例子 有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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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有多状态 对的 有多状态